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在7月26号揭幕 作为全球瞩目的运动赛事 奥运会势必推动主办地区的旅游和酒店业 就连在巴黎拥有房产的业主 如今也能够借着奥运热潮来赚点外快 一些巴黎人准备在奥运期间搬离住宿 将房子交给短租服务管理平台出租 估计一个晚上可以收获高达357美元 获大约1688令吉的资金 奥运浪潮 当地的租房价格水涨船高 业主卡桑的公寓距离法国奥运运动员的落脚处 拉维莱特公园只有30分钟的步行路程 它的公寓在4月份的租价是每晚98美元 大约463令吉 但在奥运期间价格却飙涨3倍 至每晚357美元 扣除给短租平台的用金 税金和清洁费 卡桑夜晚至少能收获大约135欧元 大约691令吉 整个奥运会期间 出租房子获得的收入 比它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根据路透社的观察 奥运期间 巴黎一带的租价狂涨 备有私人露台的两房公寓 标价已经是涨到了每晚500欧元 大约是2551令吉 大约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